大家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在夏季养护君子兰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能够在中午温度非常高的时候来给君子兰浇水 要浇水也一定要等到早上或者是傍晚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浇水 因为这个时候水温和涂温的相差非常的大 你这个时候直接浇水的话会刺激到君子兰的根系 影响君子兰吸收水分和养分 但是君子兰它的叶片蒸腾作用又非常的快 因为夏季温度非常的高 蒸腾作用就会比较快一点 那么叶片蒸腾作用又快 根系又会受到刺激 它吸收不了水分 那么就会导致你的植株供不应求 然后出现一个生理性的干旱 然后出现叶片伪念下垂 甚至是整颗植株直接哭死的情况 所以夏季是万万不能够在中午的这个时间段给君子兰浇水的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不得不在中午给它浇水 比如你的君子兰这个时候呢已经干旱非常的严重了 那么如果再不浇水的话呢可能会出现问题 或者是你已经赶不及 你只有中午这个时间呢才能够给它浇水 平时没有时间 那么我们出现这种情况又应该如何正确的给这个君子兰浇水呢 那么为了避免这个水温和土温相差过道 刺激到这个君子兰的根系 那么我们这个水温一定要注意 水温一定要和土温相接近 我们才能够在中午的时候给它浇水 我们呢可以将这个水呀把它浇置大概一到两天 那么浇置之后这个水温呢和土温的相差就不会特别的大 那么我们再用这种水浇灌给你的君子兰的话呢 就不容易刺激到它的根系 但是这个时候中午浇水的时候 大家还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能把它浇的水就放在太阳底下暴晒 因为暴晒的话呢 很容易导致土温升高 然后导致这个水在土温里面呢 感觉就像是在一个小锅炉里面一样沸腾一样就会伤到根系 那么我们浇水之后一定要把它放在阴凉通风特别好的地方来养护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呢对君子兰的伤害才是最小的 当然不到万不得已呢 还是不建议大家呢在中午这个时间内给君子兰浇水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